这是什么品种的蜘蛛呀 腿毛也太长了 瞧呢 这里怎么遍地都是猫毛 快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问我的巨熊蜘蛛还活着吗 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们看 我在缸里发现了什么情况 他必然还活着 而且还是那么的活蹦乱跳 那么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拍他呢 必然是因为这家伙 太吓人了 我的妈呀 这也太大个儿了吧 但是今天 我必须给他抓出来 让大伙看看 我给他设置了一个逃生的通道 这家伙 弄死不上他 最后只能说 外面有个母蜘蛛 哎 出来了 你看 现在可千万不能给他吓跑了呀 我发现我的手机像素太好了 连他腿上的毛都看得这么清楚 咱们来谈谈 我可以选择放过你 你干嘛去呢 不可跟你说 有话咱们好好说 百万粉丝看着你呢 哎 我说啥来着 你别跑 赶紧地给我出来 行了 你还是进去吧 知道你没死就行了 再给你放个木头躲避 呀 吓死谁呢 行了 你再在里面好好待着吧 这蜘蛛看完了 我就带你们看看供让人上火的 今天我一来渔房 这就跟战场似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走 接着给我来 看见没 猫毛 这里还有 这里更是一大拖 不要急 给我细许往里看 瞧见没 一地的猫毛 你干啥呢 赶紧地起开 这木板都给我干倒了 信谁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得亏我阳台上的原生当这边安然无事 不过就是小八这个姿势 不少有点拿人了 下去 赶紧地给我下去 这些毛 我敢肯定 是有毛干架了 不用寻思 肯定是这个家伙 再看看人家这脑门 毛都被嚎吐了 真是个笨蛋玩意儿 另一个参与者 这会儿藏到了鱼缸的后面 哎 别藏了 我都看见你了 这刚好两分钟 又干嘛呢 这家伙别太刚救回来没有两天 大眼蒙娃可爱的分 虽然不惹事 但是绝对不怕 咱们援助居民的挑战 现在也没到抢齐步的时候呀 你们是打什么价呢 别看这货胖 感觉不灵活 其实人家还是个搏击小龙手呢 哎 还是好好吃肉 补充补充容量吧你